哈喽 大家好 我是表弟 表弟叫你简单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料理 就是金瓜鸡丝粥 来 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材料 我们已经洗了干净的包菜 玉米 还有金瓜 准备一碗白饭 还有一个鸡扒 整个鸡腿的鸡扒 葱油酥 还有青葱 事不宜吃 我们现在开始下煮 这里有1.5公升的水 我们把一碗米 饭 倒入下去 那再下来呢 我们就切金瓜 我们切好皮 我们就切小块一点 小块的就它又比较容易熟 我们就把这些金瓜加入我们的粥里面 给它继续捆 加小块的鸡 然后我们加入包菜 然后加入包菜 加小块的玉米 加入玉米 一样的换下去 那么只是放金锅就不要单调咯 所以我加一些包菜 加一些玉米芯 玉米芯也有它的甜味 然后包菜也有它的口感 那么我们煮它制软 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这个鸡丝 那鸡丝我们用新鲜的鸡肉来切 也有人用鸡丝是煮熟的鸡肉 巴斯好像鸡胸肉煮熟了 巴斯来接下来 那么我认为这个是在一个口感那边就欠佳 我认为用新鲜的鸡肉煮出来更理想 那我们一块鸡我们取了骨头的话 我们就一直要把它切薄片 切薄片 这有些鸡 去掉有穴块的部分 切丝 接下来呢我们要腌一腌鸡肉 我们放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四分之一茶匙的糖 少许的胡椒粉 半汤匙的料酒 一茶匙的马铃薯粉 所以我们就搅拌它 加入马铃薯粉 主要目的是要让它的肉质更滑 但是也不能放太多 放太多的话它就会很连 最后我们加上一汤匙的生油 加入生油是不要让鸡肉连在一起 同时也是守住鸡肉的水分 我们一样的搅拌 可以了 我们再看看一下我们的粥 金瓜一软的话就是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看金瓜软了没有 差不多了 我们再滚多五分钟 金瓜一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肉放下去 然后调味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鸡丝放下去 那我们调味一茶匙半的鸡精粉 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糖 加入两汤匙的鱼肉 滚一会儿 那么我们就可以关火 我们放下青葱 再放下我们的葱油酥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一道美味的金瓜粥就煮好了 好美味哦 如果你想那个粥 可以糜烂一点的话 也可以包久一点 一道美味的金瓜粥就这样煮好了 方法若做对 成功就绝对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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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